三十二分回到新闻现场 来关心一下今天台北股市的最新表现 今天又是礼拜五了 台北股市今天收周效 不过照目前看起来的情况 会留下一个上限的几率是不是蛮高的呢 美国股市的部分怎么来做观察 昨天小幅震荡 要用震荡来形容 因为基本上大概十几点的差距 并不说真的走跌 但美股的财报周要登场了 这怎么来解读呢 我们赶快来问问韦杰了 美股财报周登场了 但是这一波金融啦 所以金融来说 你说真的影响台北股市的影响性 可能它的幅度要怎么来做观察 那今天台北股市收周线会如何来表现呢 好 其实金融股的财报表现 的确对于台北股市的个别类股影响不明显 可是我们常常讲到 其实金融股的获利的表现 或者是它的利差空间的状况 其实它就是跟一只灰犀牛一样 其实就是这种危险会让各位大到忽略 或者是看不到 所以其实在这些重要的银行股 在公布他们的财报的时候 其实对于全世界的金融体系来说 是有一定的影响性跟领先作用 那么我们看到在整个美国股市 在最近的表现上面 是出现了一些高档震荡 那高档震荡它很明确的就是在守这个 守这个之前我们讲的多方缺口 那可是多方缺口如果它真的是支撑 它点到就上去 它不会在那边盘那么久 那盘这么久 盘这么久 那它封闭的可能性就越高 甚至它回撤到这个季线以下的位置的机会 也会越来越大 所以美国股市要嘛就是只能涨 只能攻 连守都不可以 只能攻而已 现在就是只能呆呆往前冲 另外就是这个 另外在这个NASDA指数的部分 它是领先的 那最主要还是看尖牙类股 那我们还是把这个强弱支撑给画出来 一样是前波高点附近 那一样它就是只能攻不能守 那另外在肺半指数的部分 肺半指数也是创下了这个高点 不过一样来到了前波高点附近 大家都有一些震荡的情况发生 那么最主要还是因为市场的观望气氛比较浓厚 另外就是在看这些科技大厂 在接下来的财报的预估上面 会不会有什么出乎预料之外的事情发生 但是大家也不用太过紧张 因为其实按照华尔街 过去这几次的财报的状况来说 他们只要觉得应该预期会很差 他们就大幅度的往下调 然后等到它公布出来 其实它只有衰退幅度这样一点点的时候 骨架因为它已经出现了反应 所以其实在这边表现没有 我们预期来的差 然后骨架就上去了 这是华尔街最喜欢用的一个手法 就是先打预防针 等到你有一些抗体之后 我在公布 感觉好像没那么差 就骨架就上去 这是华尔街惯用的手法 另外在结构图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一下 其实昨天跌最重的就是生计股 每股当中跌最重的生计股 尤其是这些选址 Junson & Johnson 然后联合利华等等 其实跌幅都还蛮大的 另外在科技类股的部分 也开始出现一些震荡 亚马逊开始高档震荡 然后苹果反弹到200之后 也开始出现了微幅度回跌修正 包括在脸书 Google跟微软 也都是高档震荡的行情 另外刚刚我们四分一讲到 这个银行股的部分 数字要公布了 一开始就先这两家 West Fargo 富国银行跟Jepin Morgan 他要先公布他们的一个财报的表现 那么一般预期 他们的营收是会 是比之前预估还来更差 你看他们已经比 过去预测比较差的过程 又持续的往下修 修完之后如果没那么差 那股价就会反弹 但是后续 不管是在Visa 还是在相关MasterCard的 这个消费性金融的个股上面 它是可以反映出来 在美国消费者的一个信心的力道 或者是在他们消费的 这个力道的一个展现上面 如果说这些过去的这个财报 都表现得不好 那代表美国的消费者信心 是在往下掉 消费者信心往下掉 消费力道往下掉 那么对于美国的 接下来第一季第二季的 整个GDP的表现 就会有下修的一个疑虑 那么当然对于美国股市来说 会有一些高档的压抑力道存在 所以其实回过头来 在美国的财报季 要即将登场的过程当中 我们还是要去关注到 除了银行股 我们看的是全球的金融的体系 会不会出现问题之外 在中下旬过后 到5月上旬 基本上就是重量级的科技财报 开始在发布 那么对于台北股市 就会有决定性的影响 那当然国内的一些 相关的重量级厂商的法说会 也是我们要关注的焦点 最近的台北股市 应该是有一些观望的气氛存在 那还是提醒大家 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些震荡 那追价的时候 还是要留意一下风险 好 不过我们来看一下了 在美国部分 虽然说这个财报界银行股 打头证登场的话 本来说可能是不顾预期 它的业绩 但是这个官方机构 还是给大家打了强心针 FED说了 它现在照样是鸽派立场不变 就是说我不升息 我依旧维持在可能 就是利息不变 或是降息这样的一个步道 所以基本上 它算是给大家打强心针 你不用担心业绩 是不是 好 其实这个就是 我们过去一直在讲的 就是市场上现在就是预期 坏消息就是好消息 因为只要消息越坏 感觉FED就会跳出来 维持比较偏宽松 甚至已经预期到下半年 有降息的可能 那当然在财报周的部分 先跟大家讲 在这一批摸梗的部分 一般市场上 现在目前市场上预估是2.35 那过去是预估 去年年底是2.58 所以其实都有往下修了空间 那么当然会影响到银行类股的 EPS往下掉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利差的关系 全球都已经进入到了负利率 应该说主要的这些工业国家 包含日本跟德国 已经十年期公债已经进入到负利率 那么在负利率的环境当中 代表是利差空间持续缩小 对于银行业 他们靠利差生存的这些 这个获利的状况来说 本来就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所以其实我们要看的是 未来的利差空间 利差空间能够扩大 未来的全球 才会有经济景气复苏的可能 利差空间缩小 全球景气就是往下掉 这个是美国的银行股财报 我们可以去观察的全球趋势 另外在刚刚四分提到 在美国的这个PPI的部分 是创下了五个月的高点 那包含在CPI也是一样 核心通膨指数也是往上走 不过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件事情 这个通膨数字往上走 生产者物价往上走 其实代表的是通膨 通膨 那如果是通膨 那FED的现在的态度 虽然是维持不升也不降 可是他有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需要更多的耐心跟时间 去观察未来经济数据的公布 如果经济数据公布出来 是非常强劲的数字 那么维持中性的FED 就有可能从割转因 也就是从市场上预期的降息 会转而到有可能升息的言论 这个是要提醒大家注意的 FED从来没有说过 从来没有说过它的降息 它只是说 我们需要有更多的耐心 去观察接下来的经济数据 我们才有办法去做决定 而不是说 我今天就是一定要偏宽松 那所以呢 其实在整个观察的部分 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 毕竟从这个美国开始加息 已经从2015年开始 加息9次 所以它其实还是在升息循环当中 而这个利率的升息循环 它有可能会长达5到10年 所以其实升了9次之后 稍微停一停 观察一下数据 再决定下一步 其实这中间都有可能升升降降 在一个趋势当中 本来就是这样 就跟股价一样 脏脏跌跌 可是它长期会有一个趋势出现 所以其实就目前看起来 美国还是处在升息循环当中 是没有错的 但只是说 在短线上面 美国的经济数据 很有可能会出现 从高档往低档修正的一个状况 这是后续可能市场上 没有预期到的风险 要提醒大家做注意 好 这是在美股的部分 那陆股我们来怎么做观察呢 因为陆股其实我们常常在讲 它最近真的是一个低点 往上反弹这样的一个步道 所以我们常常跟大家说 它的经济算是比较低的 如果你可能觉得台北股市太高的话 你可以选陆股 尤其现在陆股 陆股也有不少蛮多消息的 在陆股的部分 今天算物价指数上涨了 经济要回稳 那现在呢 陆股的ETF 韦杰怎么看 好 我想其实这个 当市场上热烈的在讨论ETF或是陆股的相关的情况的时候 其实这个就是插血统理论 我还是要提醒大家 当市场上讨论热度最高的时候 往往都会是相对高点区 那当然物价 中国的物价开始慢慢的往上涨 不管是CPI还是PPI都一样 可是同样的论调 因为其实央行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稳定物价 其实他们跟股市没有什么太大的关联性 那只是因为过去全球的QE所带动的扭曲操作 让大家觉得央行就是一定会救股市 这个其实是错误的连结 其实央行最重要的工作是稳定物价 所以当CPI跟PPI在往上涨的时候 代表的是通货膨胀要来了 所以为什么人行到最近都没有在做逆回 也就是没有在市场投放流动性 因为其实他们是紧缩的体质 他们怕的是通货膨胀太快 它控制不了然后失速 导致于整个经济的泡沫 这是他们担心的事情 所以其实他们不敢再持续的放钱 逆回购不做 降准降息根本没有下午 那所以其实另外再看到 在中国大陆国内的这个租周期的影响之下 带动整个租价上涨 其实就是因为过去非洲租文 扑杀了太多租资 导致于现在有租价 没有租肉可以买 就是你买不到租肉 因为租都已经杀光了 所以价格一直往上喷 可是都没有肉可以买的情况 另外最近的这个郑州免 跟白糖的期货价格 也开始出现往上飙 这个其实都是通货膨胀的一个现象 所以其实为什么中国大陆的人行 面对于市场说 其实你要去做降准 要去投放资金 一直都没有动作 原因就是来自于他看到物价要开始往上涨 所以其实在入股ETF的部分 的确是有可能 因为入股跟美国的经济是完全不同 美国股市是从高档要往下掉 入股是从低档要往上走 这是完全不同的经济周期 但是在入股的部分 我们先看一下 在入股的部分 K线图的确 我们把时间拉长一点 的确它还是在相对的低档 再长一点 再长一点 从这边掉下来 它还是相对低档 然后看起来底部也已经完成 可是在高档这边 昨天突然出现 在那一根长黑板 对这个的确是有一些疑虑存在 再加上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 特别跟大家讲一件事情是 所有的A股的大股东跟内部人 都在出现快速度的减持 那把公司的股票全部卖掉 换现金 然后汇出海外 然后就不再回来 这个对于A股来说 是一个潜在性的风险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昨天有讲到的 这个上证跟油价的一个关系 虽然昨天的油价 在夜盘的时候是出现了大跌 可是从月线的角度来看 每一波只要原油持续上涨 上证的股价 就会往下跌 每一波都是如此 喷出 往下跌 喷出 再往下跌 然后在去年是一样 喷出 然后往下跌 那现在的油价 又开始再往去年的高点挺进 不要因为昨天的夜盘重挫 就觉得原油一定会往下走跌 不一定 因为就目前看起来 这个OPEC成员国减产的 这个工作还是在持续 那所以其实油价 它还是会缓步往上垫 连续上涨太久 它总是会回档修正 那所以反弹来到相对高档的入股 它在接下来 不管是在企业的经营成本 或者在原物料的成本上面 都面临到了严重的一个 成本上升的一个压力存在 所以其实在整个入股的部分 就是资金行情已经结束 那只剩下散户在里面的同时 还是要提醒大家 入股其实在这边 如果你能够报到现在 还是要请大家稍微早一点 这个停地点 要开始准备要下车 因为最重要的是 内部人跟大股东 已经不在场内 这个有灯不跟 输到卖身的故事 就是这样来了 所以其实在筹码面 出现变化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提醒大家 在过度乐观的展望之下 很有可能会带动 相对的高档转折的 这个讯号出现